金英杰新学习系统带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节 间隙感染 我们说间隙感染这部分内容 第一个我们说它的概念 什么叫间隙感染 说间隙真实存在吗 我们最早讲第一部分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说间隙不是真实存在 间隙叫潜在间隙 潜在间隙什么概念 正常情况下它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当它炎症引流到这个方向 会把这个间隙怎么样 就充斥开 所以它叫潜在间隙 我们看根据它的部位不同 分为这些个 包括什么咬积间隙 腋下和间隙 捏下 捏 下和下 腌旁 夹 以及口底间隙等 包括这种间隙 只要是长在什么位置 就叫什么间隙 后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包括几个方面内容 分别会把这些间隙给大家介绍 我们看感染来源 感染来源间隙感染多数来源于两个 一个叫芽缘性 一个叫腺缘性 我们说芽缘性是所有核面部感染中 最常见的 而腺缘性主要在哪 我们说核下和科下 核下 科下中谁更重一点 我们知道有科下选科下 没科下选下 核下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我们看后面 损伤性 阴染性和血缘性 往往什么样 间隙感染就比较少见了 从感染的特点来说 这个大家只需要认识 考试只有一种提示 如下关于感染特点说法错误的是 第一个我们说化膿性炎症 可局限于一个间隙 没有问题吧 也可以波及到多个间隙 甚至可以到什么呀 神经血管扩散 引起脑袋的海绵豆穴 身心静板炎 甚至它还能到什么呀 纵格 所以你记住这个感染 它不是孤立的 而考试的时候 一种错误性答案 它会告诉你 正常间隙感染只能存在于一个间隙 不能跑到其他间隙 对吗 不对 好了 认识到这就足够了 我们看看后面 各间隙的一个感染特点 各间隙的一个感染特点 我们从大方向上来说 我们说常规情况下 第一个我们会讲它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位置大概是哪 这个位置大概是哪 我们不要求大家说 上下借是什么都记住 因为这属于解剖性的内容 即便讲解剖的时候 我们都跟大家说 尽可能性的说 这个东西可以不背了 可能会占一分 但是不是年年占 这块如果能背多少 也背多少 所以我们这块作为简要介绍 对于和面外科 它会更简要的介绍 我们只需要让大家知道 它是什么位置 第二个我们看感染来源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重套 感染来源你就告诉你说 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是你需要背的 其余的是理解为主 理解为主 再往后边我们讲的临床特点 临床特点 往往我们告诉大家说 A2 A3形体的时候 它很明显的一点 出现的是什么 说见着什么东西 就诊断是哪个间隙 这是我们考试的核心性的体 它说发现正常情况下 框下去这块肿 我们肯定知道什么间隙 框下间隙 这是我们一个讲解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点 我们最后讲完了之后 大家需要知道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临床特点 临床特点 临床特点是 见着什么这种种 就是什么间隙 这是必须要在课上 争取就能拿下的 最后一个就是正常一个治疗 治疗它主要常规情况下 我们感染的治疗没别的 除了全身应用抗热素 局部用浓了 怎么样 就起开引流 所以这是它的几个特点 我们整个看一看 它这几个特点 我们从框下间隙开始 我们框下间隙 大概我们一看什么是框下 就眼框底下 这叫框下 所以大概位置 我们看一看 上阶是框下园 下阶到什么呀 上和骨的牙头突 内阶是什么 鼻侧园 外阶是颧骨 所以基本上就这块内容 你说这个东西我不用背 但是我大概这么着一放的时候 我考试的时候根本都不会错 所以大概位置 我们说虽然不用背 但是你大概应该知道是这块 第二个感染来源来说 我们说考试的时候 考它是最多的 它的主要感染来源 仍然是牙缘性 牙缘性包括什么呀 上和的尖牙 第一前摩牙和切牙 我们注意点 它唯一没提到的是谁呀 上和摩牙 因为上和摩牙离它太远了 它是位于颧骨内侧 上和摩牙根本到不了 所以它说 如下不属于框下间隙感染来源的事 它说上和摩牙能对吗 不能对 下和的前牙能对吗 不能对 它更够不着了 所以这个你知道一点 我们反过头来说 除了主要感染以外 其他的只要是挨着的都能感染 什么意思呀 上和和摩牙股丝炎 跟这块挨着不挨着 挨着容易感染 上唇的底部和鼻侧的这种化农性 化农性炎症能不能啊 它只要挨着就可以 所以你记住一点 感染来源我们叫 既主要的 想其他的 只要可能挨着的 都是它一个感染来源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再往后边一个 我们看的临床特点 从临床特点来说 它肯定是框下区的这块肿胀 所以考试的时候 只要你见着框下区肿胀 我们这块没有大块的肌肉 所以当它一旦一肿胀的时候 我们说它会有什么感 有波动感 波动感往往是 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在后面我们说 由于这块框下神经 框下颜下0.5就是什么呀 框下神经 框下神经这块 当它一激惹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呀 不同程度的疼痛 由于它这个位置 还位于什么区域啊 危险三角区 所以它还可以怎么着 形成海绵痘 学生静脉炎 这就是它的三个 基本临床特点 考试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点 它往往说 如下关于框下间隙感染 说法错误的是 一方面会考它A1 其他就是说法错误 我们注意 切口的时候比较简单 往往上和这块 我们切 上前颜沟下前颜沟 肯定是上前颜沟 上前颜沟切什么呀 横行切口 把这嘴唇扒开之后 横着一切 往上一顿性分离 呼一股浓就什么呀 就下来了 这就是整个框下间隙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建议 还是稍微理解性的 往后记忆 后面我们看 说它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摸下颗骨生枝 这块硬硬的东西 硬硬的东西 再一摸一咬牙 有这种弹性感的 是什么呀 就是咬肌 说咬肌这块 它跟下颗生枝之间的 这个区域 就叫咬肌间隙 所以人家说咬肌间隙在哪 咬肌和下颗生枝之间的 这个间隙 就叫咬肌间隙 反过头来 我们说从感染来源上来说 我们说它最主要的谁来 智齿管转炎 所以人家问你说 智齿管转炎 最容易得的什么病 咬肌间隙感染 咬肌间隙感染 感染时间长了 还容易得一种骨髓炎 是什么呀 边缘性核骨髓炎 下颗生枝的边缘这块 边缘性核骨髓炎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再要我们注意点 凡是跟它挨着的都可以 比如说下颗磨牙的根肌炎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比如说磨牙后三角蛆的感染 可不可以 可以 相邻的间隙可以吗 可以 化膿性腮线炎可以吗 可以 只要你记住 主要就是 智齿管转炎 其余的就只要挨着 能够碰得着边的 都是它的感染来源 我们看看它的临床特点 临床特点 我们只让大家记住一点 刚才说框架间隙有没有波动感 有 由于它这块有厚厚的咬肌 它没有波动感 反过头来 我们说最主要的临床特点是 咬肌是以下颗脚为附着点的 所以它这个肿胀点 以下颗脚为中心 考试的时候 你看到说以下颗脚为中心的肿 就可以诊断什么间隙 咬肌间隙 所以你把下颗脚为中心的肿 画一个圈就可以了 其他的东西 我们告诉大家说 只要这个地方 你摸不着波动感 你想诊断它是不是个膿 必须要怎么着 穿刺 往往穿刺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诊断标准 所以考试人 诊断上你下颗脚为中心的谁 咬肌间隙感染 想诊断咬肌间隙感染 需要干嘛呀 穿刺 穿刺有膿了就证明了 而反复说膿在这里边 泡着下颗生枝 就得了什么骨髓炎啊 边缘性和骨髓炎 这是一个连续性的题 从治疗上来说 我们重新画一个这个图 正常情况下 这是一个下颗骨 这是咬肌 这空间这块有浓的情况下 以这为中心的肿 我们切的时候怎么切啊 以下颗脚为中心 做三到五个厘米的弧形切口 这个弧形切口 为什么还要距离下颗骨下边两个厘米啊 有的书上说1.5 考试的时候 如果有两厘米就选两厘米 有1.5可以选1.5 一般情况下 教科书上都是两个厘米 我们避免损伤面神经的哪只啊 下颗原汁 如果一旦损伤下颗原汁 口角是什么呀 就往下歪了 所以以下颗脚为中心的 距离下颗脚 两个厘米处的做什么呀 弧形切口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特点 反过头来我们说 正常情况下 切完了之后 我们需要引流 拿什么引流 盐水沙桥引流 有人说这个题会靠吗 这个题是靠 是靠过的原题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说摆好多东西都背了之后 一些偏的题 它反而会靠 正常做盐水沙桥引流 这个大家特殊性的记忆 因为这是考过的原题 好了 我们看下一个 一下颗间隙 一下颗间隙 我们注意点 它常规情况下 我们下颗生枝 这骨头在这 骨头外边是咬肌间隙 骨头里边就是什么呀 一下颗间隙 它主要是什么呀 异内积和下颗生枝的那面 它们之间的间隙 就所谓就是什么呀 一下颗间隙 其上方下方这个东西 有经历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背一背 如果没有经历可以不看 我们注意点 它的感染来源 仍然来源于什么呀 致死观中炎 再一方面 我们说在打 在打下颗的麻醉的时候 我们打下颗槽神经麻醉的时候 也是它的一个什么呀 感染途径 感染途径说 正常情况下 我们扎麻药打到哪个间隙了 一下颗间隙 一下颗间隙 好了 我们现在讲了三个间隙了 刚才说 以矿下部这块肿胀的 有波动感的什么呀 矿下间隙 而正常以下颗脚位重心的什么呀 咬肌间隙 我们现在开始看看 正常它的一个临床表现 它的主要临床表现 我们说它是什么呀 一下颗皱臂处 它出现水肿 而更大的特点 我们说 它这个地方临床特点有什么呀 有下颗生肢靠内侧 所以这块大家把书上 生肢靠内侧 这个特殊性的位置 大家画上 生肢靠内侧怎么摸呀 顺着下颗就往上摸 摸硬硬的东西 往外走是咬肌 往里侧走肯定是什么呀 一下颗间隙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反过头来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脚浅的 还是深部的 肯定是深部的 深部怎么办 只能是穿次检查 只能是身次检查 这是它的两个特征性特点 我们再往后边看治疗 从治疗上来说 刚才说两个 因为它也是以下颗脚为中心的 它是位于外边叫咬肌 里边叫一下颗 所以它的切口跟咬肌间隙切口一样 刚才咬肌是往哪分啊 往外分 它是往哪分啊 往里分 这就是两个差异性的东西 往外分就是咬肌间隙 往里边分是什么呀 腋下颗间隙 而道个推一件事情说 我们说常规的这是口外切口 口内切口 一般打下颗脚神经麻醉 是腋下颗皱臂 终点外侧多少 三到四个毫米 这个地方是进针点 从这进针之后 能打到腋下颗间隙 而正常我们如果有浓了以后 切也可以切在这 所以人家们说 切腋下颗皱臂 终点外侧 还是终点内侧 外侧 跟打下颗脚神经麻醉的点 是一个点 所以它有两个标注 一个是口内 一个是口外 它引流的东西 跟正常的咬肌间隙一样 也是盐水沙潮引流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现在总结起来 我们说就三个东西 一个框下神经 一个框下间隙 一个咬肌间隙 一个腋下颗间隙 框下间隙基本上 常见就是前牙 上前牙 还有上和前梦牙 磨牙肯定不好使 而它最主要的表现有三个 第一个什么呀 框下区可能会有疼痛 因为紧张到神经 第二个局部会有什么呀 波动感 第三个我们说 它会引起海绵豆 血栓性什么呀 静脉炎 而治疗上我们切上和的 前天勾住 做什么结合 横行切口 第二个我们讲的间隙 什么间隙 咬肌 咬肌往往是下颗生枝 和咬肌之间 由于它有厚厚的咬肌 我们说最常见的 导致感染来源是什么呀 支持管周炎 其他的这种下颗摩牙的 根肌炎也可以 甚至另外挨着 像腮线什么的都可以 我们不用背这些东西 只要理解就行了 而它的特点说 能有波动感吗 没有波动感 以什么为中心的肿胀 下颗角为中心的肿胀 它特殊如果需要诊断 需要干嘛 穿刺 穿刺切口切在哪 切这 切弧形切口 距离几个厘米 两厘米 避免损伤面神经的什么呀 下颗原汁 刚才说 放的引流条叫什么呀 盐水沙条引流 最后一个我们叫 一下颗间隙 一下颗间隙 它位于下颗生枝的内侧 所以一般我们摸的时候 说下颗生枝靠内侧 一方面说 知识观照研可以 就是到这 再一方面我们说 谁可以呀 打下颗槽神经麻醉 所以它的切口有两个 一个是口外的切口 跟咬肌间隙一样 再一个切什么呀 切口内 切一下和皱臂的 外侧还是内侧 外侧 因为它跟正常打麻药的点 是一样的 它们两个都没有波动感 所以它们如果想诊断的话 必须都要怎么着 都要做传刺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部分 接着往下走的一个间隙感染 在下面讲的是什么呀 涅下间隙 涅下间隙 我们主要说涅是哪 涅就是所谓 我们生活中指的太阳穴 说奔着涅部开箱 奔着太阳穴开箱 这是涅 涅下网 顺着太阳穴网 还可以摸 摸一个成功状的东西 我们管的叫什么呀 叫全功 而涅下间隙感染 我们看 它往往位于炉中窝底 这个不用特殊性能剂 你主要剂感染来源 感染来源我们说叫相邻间隙 所以它的间隙感染来源 包括这种咬剂可以到 夹间隙可以到 涅下盒也可以到 它是由于别的间隙感染来源的 或者打麻醉什么呀 什么上和节节的卵孔 或者圆孔麻醉 深处麻醉 再有上和磨牙的根肩炎 挨这块比较近的地方 也可以产生 也可以产生感染 而磷庄表现 我们注意点 正常的涅是太阳穴 太阳穴往下一摸 就以谁为上下的肿胀 叫做全宫上下的肿胀 全宫上下肿胀 我们说这个地方 由于也是比较深的地方 它有正常的波动感吗 没有 没有波动感只能怎么办 只能穿刺 由于这个地方 离正常的危险三角区 也是比较近 深处离危险三角区 也是比较近 所以它也要警惕什么呀 海质原斗 渗身心情满炎 而它的引流 我们注意点 常规情况下 你现在就记住一个 它叫贯穿式引流 等我们讲完涅间隙 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涅下间隙 一旦一感染 说涅下这块感染了 太阳穴感染不感染 一定感染 因为它说是相通的间隙 相通的间隙 它一旦一感染之后 我们说从上到下的 这些间隙都有了 我们自上到下 大概说一下 最上面是涅间隙 全宫下边是什么呀 涅下间隙 再往下走 下河生枝的内侧是什么呀 义合间隙 义合间隙 再往下走 叫什么呀 到下河下间隙 这四个间隙 大家一定要有个深刻的印象 这叫贯穿式引流 这些引流多数用什么呀 这种管状的引流会多一点 我们看下河下间隙 就刚才我们说 贯穿引流最底下这个 下河下间隙比较简单 它就位于下河下三角 这个地方 它的感染来源多数 致死管中炎也可以 比如说上河膜压的根结炎 能引起下河下吗 引起不了 下河膜压根结炎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再有下河下淋巴结炎 可以吗 可以 下河下腺炎可以吗 也可以 只要位于这个区域的炎症 都可以 而它的临床表现 我们注意点 由于这个地方 没有大块的肌肉 所以它也可以早期 触及到什么呀 波动感 触及到波动感 它往往下河股下颜的轮廓 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考试只要告诉你 河下区这种肿胀了 我们多数怀疑哪个间隙啊 下河下间隙的感染 而它治疗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看这是一个 这个地方如果肿的话 我以谁为平行切啊 下河股下颜平行切 一般的距离 下河股下颜几个厘米啊 两个厘米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特点 所以它是切的是什么呀 平行切口 弧形切口 刚才切了两个 一个往外分的什么呀 咬肌 往内侧分的什么呀 腋下和间隙 再往后边 我们看一个夹间隙 夹间隙无非是什么呀 正常的咬肌往前一点 跟夹肌之间的这个间隙 它位于什么呀 我们看 常规情况下 它是咬肌和夹肌之间的 这个间隙 多数据我们就叫什么呀 夹间隙 它的特点 我们考试的时候 大家只记住一点 这个助理是不考的 对于职业来说 我们相当说 感染来源看一看 上下磨牙跟肌炎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夹部破损 没有问题 正常的 淋巴结盐扩散 也没有问题 感染来源考试 基本上不太考 而它主要考临床特点 临床特点 我们说夹间隙感染 由于它位于咬肌和夹肌之间 它的发展速度特别慢 但是直到发展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发展速度突然就快起来 叫什么呀 我们叫夹指定 这个是考试考过的原体 所以人家问你 夹间隙发展速度快还是慢 往往进展缓慢 直到到什么地方发展速度快 夹指定 这是一个考试反复考的 我们反复说 正常的如果夹间隙的话 我们画一个这个图的话 说这个地方是下和下 这个地方就是夹间隙 夹间隙这块 我们说如果口外切口 我可以直接这么切 切完之后 往下和股的体部 往内侧分就是下和下间隙 往外侧分就是什么呀 夹间隙 而夹间隙还可以做口内切口 口内切口怎么切啊 切上前天钩下前天钩 肯定是下前天钩 所以这两个切口 大家只要能认同 你回去之后再看一遍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整个夹间隙感染的时候 你记住第一点 到什么地方发展速度快 夹指定 第二点你记住 切口和一口外切的 跟下和下一样 再有口内切 上前天钩下前天钩 下前天钩 我们看下一个 涅间隙 涅间隙这个助力也是不好的 它就是太阳穴这块 太阳穴这块你注意它分两个间隙 一个叫涅浅 一个叫涅深 涅浅这个地方如果有浓的话 我们肯定能摸着波动感 而涅深这块是摸不到 它比较深 一般它跟正常的涅下 它们通着的 它们通着 往往很容易感染扩散 很容易感染扩散 它的特殊性特点 多数也是由于间隙感染扩散导致的 包括这种涅部的结合胸 或者耳元系疾病都可以导致它 而特殊一点 我们看临床特点中 它往往一旦感染之后 涅浅是有波动感的 而深处没有 深处只能靠什么 靠穿刺 它的引流跟涅下间隙一样 因为涅下一旦感染之后 涅间隙也跑不了 当它俩一块跑不了之后 我们最上面一个涅间隙 再往下不是什么呀 涅下间隙 再往下什么呀 一下合间隙 再往下什么呀 下合下 穿一根管 这叫贯穿式引流 这个是大家反复记得 一个贯穿式引流 需要贯这四个间隙 我们看下面 烟旁间隙 烟旁间隙 助理也是不考的 我们烟旁在哪呀 正常这是一个悬庸 悬庸这一条就是 一下合皱壁 一下合皱壁外侧 扎针的时候 扎什么呀 下凸槽神经 扎到哪个间隙呀 一下合间隙 而烟旁间隙就在这块 在这块 当它肿胀裂合 会把悬庸推到什么呀 对侧 对侧算见侧 所以考试的时候 只要你看到说 把悬庸推到对侧的 只有一个东西 是什么呀 烟旁间隙感染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考试只要看到 正常把悬庸推到对面了 只要推到对面的时候 我们说 它最起码是一个什么呀 烟旁间隙感染 它主要位于烟枪的旁边 它的感染来源 包括致死管庄炎 扁导体 相邻的间隙 以及腮线炎 这些东西都可以 患者最早期就是吞咽困难 扮有喉部的水肿 声音嘶雅 以及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 在这你画一个箭头 写上一个 正常的悬庸被推到 箭侧 旋庸被推到箭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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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两个特点 相对来说 它容易扩散 感染往往什么呀 渴到纵阁 直接就往下走到纵阁 而它的治疗 相对来说 我们说 它的切口也是两个 跟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说的 腋下和间隙一样 腋下和间隙 刚才切的是 腋下和周壁的外边里边 外边 而它的是什么呀 是里边 它的是里边 所以这个大方向上 我们能定死 而口外切口 跟正常的咬肌间隙 腋下和间隙是一样的 都以下和角为中心 做弧形切口 距离下和骨下 有几个厘米 两个厘米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特点 我们看口底的多间隙感染 口底的多间隙感染 它往往是什么呀 我们整个口底区都肿 都肿 一抬头一看口底区 全肿了 它往往发生什么 双侧下和下 双侧舌下 以及双侧的下和下间隙 下和下间隙 同时受雷 同时受雷 它这是口底的这些 颗下下和下都受雷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 口底多间隙 它往往由下和下间隙感染 引起也可以 由正常的下和下炎 还有急性扁刀体验 其他东西都可以 只要炎症紧远到这块 都可以引起口底多间隙 它的特点有几个 第一个我们说 由于它这个地方 是呼吸道的上口 但它肿胀特别厉害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它会影响呼吸 往往肿胀多陷于一侧的 下和下和舌下 后期也可以达到什么呀 双侧 双侧整个脖子就特别大 这一定是没有大块肌肉 所以它暗的时候出现什么呀 凹陷性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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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往往就什么呀 外边有明显的渗出 渗出之后 延期渗出之后 它就出现凹陷性水肿 再加上如果有腐败坏死 细菌感染的时候 腐败坏死细菌 尤其是有产气感菌的时候 我们说皮下就会激气 激气的话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一摸就会有什么液 碾发阴 所以你怀疑到说 一摸碾发阴的时候 肯定有什么菌 产气杆菌 产气杆菌之后 我们把它切开以后 我们说看见大量的什么呀 咖啡色 恶臭的 带有正常气泡的这种液体 这种液体 我们很明显的发现一点 就是常规琼 它就大量坏死物质 这种大量坏死物质 我们想象一下 一个人抬头之后这样 这是下颗角 这是颗布 我们切口怎么切啊 倒替性切口 所以我们切口 常规琼呀 我们叫倒替 或者一领装切口 这次考试 常规考的比较多的 而反过头来 我们说避免什么呀 这种呼吸道阻塞 呼吸道阻塞 最终极的是什么呀 三二症 包括锁骨上 胸骨上 以及类间隙的凹陷 这个是往往 它比较危险的地方 比较危险的地方 再有它会拥有大量的抗氧素 这就是所有的间隙 我们整个把间隙 整个顺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说 正常长的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间隙啊 框下间隙 有没有波动感 有 切口切哪啊 上和前行钩 正常以下合脚为中心 种的是谁啊 咬肌间隙 有波动感吗 没有 这个地方感染来源是什么呀 致死管中炎 切的时候切什么呀 以下合脚为中心 做弧形切口 再往后边讲 我们这个切口 还可以切什么呀 一下合间隙 一下合间隙 位于下合生殖的什么呀 内侧 它有两个因素 或者是致死管中炎 或者是什么呀 打麻药引起的 所以它切口有两个 一个是以下合脚为中心 做弧形切口 跟咬肌间隙一样 再一个 我们什么就是切啊 打麻药 一下合皱臂的 外侧还是内侧 外侧切 第三个 我们说这个切口 还能切什么呀 烟旁间隙 烟旁间隙 往外是咬肌 往内是一下合 再往内就到什么呀 到烟旁 烟旁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它把旋用处 推到了什么呀 另外一侧 所以它的切口 可以在一下合皱臂的 外边还是里边 里边切 这就是三个这个切口 我们再往下说 就是以下合骨下缘 做水平切口的时候 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下合下间隙 这个地方可以做水平切口 它切完之后 往下合骨下缘里边分 而往外分的 到这块是什么间隙啊 甲间隙 甲间隙我们反复性的讲 它可以切外边 也可以切口内 切下层筋钩 而它到什么地方 扩散速度特别快啊 一般的到甲指垫 扩散速度特别快 而再往上走这块 出现全宫 全宫这个位置的深处 就是什么呀 涅下间隙 而全宫再往上就是什么呀 涅间隙 所以它整个途径是 涅间隙 涅下间隙 一下合间隙 到下合下间隙 整个这是一个贯穿式引流 我们说咬肌间隙 切开之后 引流的时候 用什么呀 盐水沙条引流 这就是整个一个顺序过程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最起码考试的时候告诉你 全宫上下种 什么呀 腻下间隙 下合升值靠内侧种 什么呀 一下合 下合脚位重心种 什么呀 咬肌间隙 这几个间隙中 我们说有几个 可能会出现波动感的 第一个 框下间隙可以 第二个 涅浅间隙可以 第三个什么呀 下合下间隙 最后我们讲了一个 口底多间隙 口底多间隙 整个都种起了 它有明显的凹陷性水肿 当它有正常有产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触及到什么呀 碾发音 它的切口是什么呀 我们叫倒替 或者翻开之后像什么呀 像一领状切口 这是它的一个切口 这个回去之后 大家反复的过两遍 我们看两个席题 通常不会引起 张口收线的间隙 我们说跟张口收线 关系比较远的 就是说根本都达不到 这个位置了 是什么呀 咬肌可以吗 可以 一下合可以吗 可以 捏下可以吗 因为它由于它扩散来了 可以 框下跟它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下合的急性化 浓性的骨碎炎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因为它紧润到这种咬肌的时候 也会出现张口收线 我们看咬肌经易感染 如果胃及时切开 最常引起的病发症 我们说咬肌经易感染 老泡着下合生枝 引起什么骨碎炎 下合边缘性骨碎炎 这个没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看关于一下合间隙的感染 说法错误的是 第一个 它说感染少数是医院性的 我们说 它有一部分是不是医院性的 是医院性的 但是多数是什么呀 以致齿冠中炎为主 以致齿冠中炎为主 临床中首先见的是张口收线 我们说常规情况下 一般的一下合间隙 它最常见的是什么呀 张口收线 再往后边一下合间隙 周围的肌肉多厚实 感染不易扩散 我们说异合间隙 多数情况下 它的周围扩散能力是很强的 往上去直接扩散到那儿 腻下间隙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它往往是扩散能力很强 周围的肌肉不涉及到间实 因为它是下合生枝和谁之间 异内极之间 口内一下合皱臂肿胀 有压痛 这也没有问题 口外一般下合生枝什么地方 烧内侧 可从口内做切口切开 这是我们反复讲的 切一下合韧带的什么呀 外侧 好的 大家可能会否讨厌